丁柔有着下唇,这是最难办的一点,借用太祖皇后的诗词扬名,虽然他也是抄袭的,但没人知道啊,但丁你做出来,能忙过旁人,瞒不过沐太妃。 左想右想,不解释不行,可解释全然说不通,最后回了一句,天下文章一大抄。 沐太妃差一点喷茶水,咳嗽两声,你丫头啊,哎哟,她真真啊,是让我意外,丁柔够了笑容,其实她没说错,都是抄的嘛,听见沐太妃问话,师父留下的都被丁你得了? 不,只有几首诗词或散落在书中的纸张,太祖皇后的手稿,祖父赐予我保管。 手扎,是师父最后留下的那批吗? 是啊。 沐太妃缓和了语气,道。 无事的时候,看看也好,世上的人哪,怕是都忘记了师父。 丁柔抬毛,坚决说道, 不会忘记太子皇后,亦不会忘记太妃您。 沐太妃眼底光亮闪过,免了口茶水,怅然道。 这幅画呀,是师父亲自画的。 丁柔再次看向寻挂的画作,春月前辈最现代,怕就是才女,能有如此的绘画的功力,没十几年的功底,做不到。 听着太妃的声音。 惠于,随太祖皇帝亲征贼手朱元璋后,密林之战,朱元璋火同圆猛,陈有量设服。 太祖皇帝重计,损兵折将,几乎陷于死地。 使师父带人,引开了紧追不舍的追兵。 太祖皇帝得以脱险,得到援军后,发下血氏复仇。 朱元璋投靠袁猛传开后,天下之人啜泣,汉王臣有量,又是阴险之人。 失了民心,南敌太祖皇帝,就此南方统一。 重挫元猛骑兵,天下量分,大势化疆而至。 他在南京登基成帝,并命人寻找为他引开追兵的师父。 太祖皇后,当时是无悔的。 当时这词啊,用得好,用得太好了。 师父在穷乡僻壤,养伤一整年。 几次因重伤,差一点儿。 不是一直跟在师父身边的他相救,师父活不下来。 他是谁呢? 情人吗? 丁柔努力回想开国功臣的名字,墨太妃道。 他是师父的表哥,曾同师父有过婚约。 后因撞天婚啊,师父同太祖皇帝结缘。 他便写了退婚的文书,以他德行不休,般配不上师父为理由。 过了几年,便出家云游四方。 师父落难时,恰好碰见了他。 养伤一年多,唯有他陪着师父。 上山采集药草,为师父治病。 当时战乱纷飞,师父又落难在敌球的地盘。 他们东躲西藏,躲避搜捕。 丁柔脑子里能描绘出当时的状况有多凶险。 听穆太妃所言。 那位表哥倒是有担当的痴情之人。 为情退婚,为情出家,又为情保护太祖皇后。 如果不是他们夫妻穿越的话,表哥表妹岂是过着只献鸳鸯不献仙的日子。 逃难养病时,以夫妻相称。 这便是太祖皇帝怀疑师父不守妇道的原因。 刚把师父接回去时,还好些。 太妻抬手指着上面的画作。 那首诗词,便是当时师父写了上去后。 太祖皇帝回答。 师父以为太祖皇帝同他心心相应。 彼此信仍然。 然,师父从乡下接回了我。 矛盾就此埋下。 穆太妃放在桌上的手倾颤着,这段往事是他最痛苦的吧。 那个种马男一定以为穆太妃是太祖皇帝同表哥所生的那种。 丁柔眼底锋芒赏过,握住了穆太妃的手。 男人变了心,永远都挽不回来。 我记得,我记得,就是称帝后太祖皇帝广纳后宫的吧? 就是那一年,在林间偶遇天仙劫色的红贵妃,是不是? 是不是他将变心的理由推给了太祖皇后? 当初什么,愿得一心人,白手不相离。 江山同子同共享,她都每次迷惑了头,早就忘记了吧。 太祖皇后的背叛,成了她变心的最好理由。 无耻,无耻之急。 穆太妃眼见着丁柔抱起,噼里啪啦说了一对,仿佛是她亲眼所见一样。 当事之人,感召太祖皇帝的太少了。 你相信师父不曾投降? 为何不信? 丁柔看着画作。 有一美人,清阳惋惜。 太妃殿下。 我猜测,您的闺名,是晚清可对。 穆太妃点点头。 你如何猜到的? 穆晚清,不是太祖皇后的恶趣味,非要拷贝金庸大侠,而是对太祖皇帝的嘲讽。 天龙八部里秦弘明一生,唯有顿正纯一个男人,亲生母女以师徒相称。 即便太祖皇帝最后明白相信了,太祖皇后也没让穆太妃叫他一声颠。 难怪新阳王府比王爷王府还滑美,不仅是因新阳王功勤卓著,更深层次的是太祖皇帝对女儿的补偿。 可笑,可笑之极。 他以为,荣华费贵就能补偿得了穆太妃早年受到的轻视伤害吗? 就如同他的父亲拿着银行卡,拿着珠宝首饰,拿着房产来补偿他一样。 定有道, 因为诗词,更因为唯有穆太妃才配得上这两个字。 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 太妃殿下协助太祖皇后平定隐忙遮乱,何等的巾帼不让须眉? 穆太妃抿了抿发病,淡淡道。 因若当时杀戮过重,血色弥漫京城,伤了天鹅。 丈夫儿子战死,唯一的女儿,死于城头啊。 丁柔心一颤,死于城头,是定性吗? 穆太妃目光灼灼地看着丁柔。 如果你是师父,当如何啊? 我,我…… 丁柔眼底含着锋芒。 我会在南京时设计对付太祖皇帝,即便将半壁江山砸了,也不会留给他一分一毫。 我想看看落魄的他,用什么来娇蠢黄贵妃,而天仙角色美人,会不会看上他? 以为自己是秦桑啊。 剥了皇帝的皮,他还剩下什么? 当时太祖皇后已经有了儿子。 紫城复业,想必打天下的大臣也不敢说什么。 太祖皇帝多享受了十几年的富贵。 穆太妃和言,师父,临终最后一句话,也是如此说的。 随着穆太妃说了太祖皇后的遗言,两人沉默了一声。 丁柔垂头,继续欣赏着竹筒茶杯。 太祖皇后是盼着一同穿越的丈夫回心转意吧? 他们在现代就是夫妻,同穿到古代,彼此另有婚约。 他们费了多大力气才能到一起。 他当时必定不相信太祖皇帝会移情别恋。 其实当初还以为是一穆太妃,丈夫误会了。 师父常说一句话。 黄贵妃除了是角色之外,那一点比得上他。 他同太祖皇帝经历了许多,有共同的爱好,共同的理想,受过同样的教育。 他们不仅是夫妻,还是知己。 黄太妃,以及太祖皇帝后宫的妃嫔,哪一个懂得他所懂的呀? 我记得在天下痛医后,太祖皇帝同师父大吵一架,说师父变了,宽容理性都没了。 同师父,没有共同语言。 莫太妃的眸光同丁柔相碰,微微喊手。 师父,手扎里写了。 嗯。 手扎里没共同语言这句话,但他前夫说过,男人变心,总是说没有共同语言。 丁柔吃笑道。 同师知道,微春商丘的红贵妃有共同语言吗? 太祖皇帝真真啊,是辱没了这句话。 共同语言是在美人的肚皮上,胸脯上。 丁柔。 莫太妃眼底有些是吃惊,这些远不是丁柔这个年岁能懂的。 谁教导你的? 即便是穿越夫妻的女儿,受过太祖皇后的教导。 穆太妃可回兵评判,可血满京城,可说出不服者杀。 亦可以江朝生子,建设帅齐,做下世间女子少做的丰功伟业。 然,她始终是在封建社会长大的女子。 太祖皇后用心良苦,并未将她教导的思想叛逆。 丁柔告出一抹笑容,淡淡的道。 我在庄子上养病时,经常去洛凤山。 我从未同任何人提起,今日当着太妃殿下的面。 我真的见到了太祖皇后的阴魂,并在洛凤山脚下,头重铜钱。 后被母亲接回府里,去侍奉陪伴祖母时,蒙祖父不妻,得了太祖皇后手扎。 见识,学了太祖皇后几分。 丁柔说话时,一直注意着穆太妃的神色。 在庄子上,养病,侍奉等关键词上, 丁柔加重了语气。 别以为她如今在丁府里过得还不错,吃穿不愁。 这些,是她步步小心谋划而来的,并不是凭空得的。 顺便试探穆太妃,果然见她眼里闪怪痛苦。 丁柔不需要再试探了。 你许是比我更像师父。 丁柔啊,我换你小柔如何啊? 穆太妃眼里露出一丝祈求。 丁柔心中不忍,忍想到柳氏的卑躬屈膝,她又有些不愤,摇头道。 我是庶女,我不配。 穆太妃,穆太妃握紧茶杯。 丁柔,丁柔。 丁柔瞧出她的痛苦哀伤,不过一瞬间,穆太妃重新恢复了平静。 手渣有没有写师父放歌一击的原因呢? 不是因为当今圣上吗? 师父原本已燃死心,后发现了她的恩人,被太祖皇帝废了。 师父一辈子恩怨森明,最愧对于她,没想到她受了光醒。 丁柔徒骨畏缩。 是太子皇帝座的,是怀疑她的皇后? 这等渣男,穆太妃长叹一声。 唉,她是我的另一个师父,我对不住她,无法为她报仇啊。 一边是父亲,一边是恩人师父,可能在墨太妃小的时候,肯唯一亲亲她的人了。 给了她父王爱,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人,养恩再重,也重不过生恩。 在历历上,杀养父报仇是徒刑,杀生父者斩历绝。 我同西洋王,回军从北疆返回,以雷霆之势,请楚条隐望。 太祖皇帝,宫中静养。 木太妃放下柴杯,站起身,聊开帘子,从竹木的书架上,取出书卷,递给顶着。 你拿回去看看吧,你也许才是真正继承师父一波之人。 我可以对任何人无情,可辜负天下人。 唯有,唯有太祖皇帝,我无能为力呢。 依不敢看。 丁柔没那么多想法,从书皮封面上看是太祖豪豪的笔记。 翻开了两页后,丁柔勾出笑容。 这才对嘛,怎能便宜了穿越种马。 他既然无情,抛弃糟糠,就得承受糟糠的反击。 古人尚且知道糟糠之妻不下堂,穿越南却想要宠妾灭妻,比古人还不如。 从上面看,太祖皇帝被软禁的日子过得着实精彩。 太祖皇后折磨人的手段,丁柔十分的认同。 里面还写了穆太妃和当今圣上给太祖皇帝求情。 太祖皇后最后道, 是我教育得太好了,还是他们不懂得我的苦? 求情,他配吗? 没有皇贵妃,他们的父亲就不会背叛吗? 屁!没有皇贵妃,还有别人。 我不是吕智,他已不是妻夫人,所有的错都在他的身上。 丁柔合上手杂。 可惜啊,太祖皇后最终还是没毁了皇贵妃的倾城之貌。 以前的手杂,只是略略提了几句,大多是太祖皇后的苦闷思绪。 今日看的手杂,却是详细地记录了他如何惩罚背叛她的丈夫。 是可惜了。 穆太妃对此认同,丁柔只是想看太祖皇帝最终的结局,看到他被虐,对别的并不感兴趣。 太祖皇后懂得他也懂,如今国泰明暗,同太祖皇后穿越时代背景不同,丁柔将手杂推到太妃面前。 我不能收,您还是留给您的传人吧。 穆太妃仿佛卸掉了浑身的力气。 我一辈子没求过什么人,也没什么遗憾之事。 虽然丧夫丧死,信仰王府镇守本家,刀剑无眼,我不怨恨。 我杀人无数,有如此结局,是老天对我的惩罚。 太妃殿下所杀之人,都是罪有应得,您助信仰王平定北园,养大信仰王。 使得蒙古达子不敢轻易扣鞭,功在社稷,力在千秋。 丁柔所读的北疆战记上,常常提到穆太妃,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,既是素养之高,远非太祖皇后所比。 从她为信仰王妃后,平定北疆之策,是她亲自策划的。 如此女子,唯当是奇才。 我女儿,穆太妃话语稍微顶对一声,慢慢地说道。 我当初养草蝉子,伤了身子,养了多年才又有了身子。 然,她命不好,未出世,父亲便战死,我拼死拼活,剩下了她。 我儿,虽然继承了信仰王王绝,她还尚未成年,如果我不看着,北疆避乱。 北疆避乱不如京城繁华,虽然是王府的郡主,却比不上京城小关之女,她同哥哥最为要好。 二十三年前,中秋夜,边关市集有花灯,他们瞒着我跑出去看花灯。 回来的,只有奇恒的父亲,因一个面具,她把妹妹弄丢了。 三月后,圆猛来饭,视如破竹,连克树冠,惊失震动。 她领兵出征,迎战圆猛骑兵。 在城头,见到了便寻不到的信仰王府巨主,以此威胁,是我下的命令,她建设妹妹,那一招打得并不顺利。 后,以为君主报仇的旗号,使得士兵同仇敌开,终于打退了圆猛的反击,此后,他们十年不曾再犯尽寇贬。 所以,皇上追封她为公主,并后葬之? 丁柔平静地问道, 城头上的女孩,并不是信仰王府郡主,您都找不到的郡主,连忙又怎么会找得到? 不过是容貌相像的女孩罢了。 唉,我在北江找了二十多年,以为她早。 不是我心狠,不是我不肯认她,江朝上杀敌一千,自损八百,到处那一仗是惨圣,多少人为郡主复仇战死。 如果她无恶,如果她无恶,我如何同北江将士交代? 新阳王微信草地,如何扶众? 如今,如今,如今,北江乱不得,达子瓦剌,护士丹丹,窥视忠远。 其横尚需磨炼。 而京城,皇上见老,皇子因忠宫无子,争夺储君之位。 西阳王府,烈火朋友,一步都错不得。 丁柔理解穆太妃,她不会占柳氏。 丁柔起身,盈盈下拜。 太妃殿下,臣女,不,奴婢有几言相告。 奴婢生母,为丁府小妾,每日侍奉竹母,负好丁大老爷。 如果表现得好些,会多招兴几日。 大太太慈悲,对奴婢的娘不错。 然,丁大老爷所受教养,是妾事于玩物,虽不会打骂, 但兴之来时,便会抱娘上床踏把玩一番。 穆太妃面无血色,丁柔不觉得痛快, 也不是故意让她难过。 这一切,都是丁柔最痛苦的所在。 她如果不说出来,会憋死的。 虽然西阳王府不会同柳氏相认, 但总能改变一些柳氏的境况, 不至于谦卑低微到尘埃里。 侧后丁大老爷用膳, 稍有不慎弄脏她的衣衫, 得跪低取罪。 新阳王娶了太妃殿下, 想必是没那妾事的。 太妃殿下不晓得, 妾事如何在后宅里规矩。 丁府亲贵传家, 最终是敌数。 奴婢娘守的规矩, 比太祖皇后留下的手渣还要厚。 穆太妃握着茶杯的手臂颤抖, 她杀了许多的人, 都没此时心慌意乱。 新阳王府, 奴婢高攀不上, 今日能同太妃殿下详谈, 是奴婢的姓氏。 既然公主已死, 希望太妃殿下忘记今日同奴婢相见。 奴婢会保护娘, 会过得自在安宁。 丁柔还是决定斩断痛新阳王府的关联。 新阳王府危机重重, 她不会再找麻烦送上门去。 柳氏不知道也好, 就让她以为亲人都死了吧。 丁柔转身打开门。 太妃殿下, 您请节哀顺变。 在她眼时, 见到齐恒眼前泛红站在丁柔面前, 丁柔咬咬咬咬唧唇, 绕过齐恒离去。 如无意外, 新阳王府, 她不会再来。